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朝峰会前美不确定朝鲜是否将弃核 特朗普发推文表示不应阻止先进5G技术 晚上好 欢迎收看2月21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在第二次美朝峰会前一周 美国政府21号举行吹风会表示 美国仍然不确定朝鲜是否会选择弃核 而美国期待朝鲜能够就无核化 采取迅速大胆的行动 美国官员还表示 美国从韩国撤军将不是美朝谈判的议题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21号在电话会议中透露 即将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二次美朝峰会 形势将与第一次新加坡峰会类似 包括美朝元首一对一会谈 大范围双边会谈 以及共进午餐或晚餐等环节 而对于美朝可能在河内达成哪些共识 美方官员拒绝进行详细阐述 只表示此次峰会 双方有机会在无核化的定义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方仍然不确定朝鲜是否将会契合 但第二次峰会召开的意义 在于美国相信朝鲜可以选择实现全面无核化 特朗普政府的此番表态令外界认为 美国政府对第二次美朝峰会缺乏准备 美国专家对第二次美朝峰会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对于外界普遍预计 此次峰会美朝可能会发表中战宣言 普瑞哲表示 特朗普不应该急于发表中战宣言 这只会成为朝鲜而非美国的巨大胜利 美国应该首先与朝鲜建立工作组 就和平宣言的内容进行磋商 I think it would be a mistake but this reflects a broke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a president who doesn't really understand these issues he's more interested in the show he's more interested in glorifying himself what he'd really like is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 dang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point of view of doing a peace declaration with North Korea now is that it then puts North Korea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argue about things like the alliance and our true presence and so on 普瑞哲认为如果中战宣言 没有中国与韩国的参与 后果将是美国被边缘化 If this goes in the direction that I fear it's going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marginalizing itself and North Korea will get a lot of what it wants President Moon Jae-in will get a lot of what he wants China will arguably benefit because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declining 鳳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士能报道 另外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 希望美国能够在未来 无线通信技术上保持领先 但他指出希望美国在竞争中获胜 而不是阻止目前更先进的技术 特朗普当天发推称 希望尽快在美国推出5G甚至6G技术 特朗普称 这些技术将比现行的技术更强大 更快速 更智能 美国公司必须加紧努力 否则就会落后 而美国没有理由落后 特朗普还说 希望美国通过竞争引得胜利 而不是阻止目前更先进的技术 他强调美国必须永远是所在领域的领导者 特别是涉及非常令人兴奋的技术时 而此前有报道称 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在美国运营 以为美国公司建立自己的5G网络提供更多缓冲 财经媒体CNBC分析指出 特朗普的最新表态虽然没有提到中国或是具体公司 但他似乎是在暗示可以对中国公司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 美国财经媒体CNBC 科技媒体网站的Verge等多家媒体在特朗普发推后都随机指出 特朗普所说的6G技术并不存在 也从未被讨论过 特朗普提及并不存在的6G 可能只是想表明 他希望美国的无线通信技术能够全速发展 目前美国运营商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微信通讯 都已在选定城市推出初步的5G服务 T-Mobile和斯普林特也将于年底推出5G服务 大部分专家认为5G普及至少要到2020年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另外由加拿大温哥华山西同乡会主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在温室成功举行 为当地民众和山西同乡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山西文化盛宴 春节意味着团圆的相聚 来自北极省各地的山西同胞 都为加拿大三级政要及社区侨领道成支持 山西省政府部门从国内发来贺涵 会长曹振宇表示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鼎立支持 也祝福加拿大和中国两个故乡国泰民安 那就是弘扬中华文化 弘扬三进文化 把我们的这个美好的这个传统带到海外来发扬光大 山西同乡会的人气很旺 这个也是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让在猪年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能接受到这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全体来宾老乡共同大和影后娱乐节目开始 欢快的开场舞蹈 独唱 戏曲表演 太极武术表演等 博得现场观众振振喝彩 今年是山西同乡会举办春节莲花晚会的第四年 现场来宾满座展示出山西同胞们的团结精神 凤凰卫视黄山 黎玉明 温哥好报导 欧光欧光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警讯 自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 有关美国境内H1B配偶是否应获准在美国就业的辩论一直未停 移民局始终未拿出拟议的新规 部分原因是需要该机构对经济影响进行评估 而移民局近日采取重要举措 旨在终结向H4提供工作许可的计划 移民局已完成一项取消该计划的拟议条例 提案已于2月20日送交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审查 从2015年开始H1B持有者在等待绿卡期间 其配偶可以在美国工作 也是奥巴马在任期间对移民利好的政策之一 自H4工作许可计划生效后 大约9万多名外国公民获益 其中大多数来自印度的女性 一旦行归生效 移民倡导者已承诺将立即起诉政府 美铁公司ArmTrack计划通过改造 其全国旅客列车网络来增加其乘客量 这可能会给其长途线路带来改变 美铁想要瞄准全美增长最快的地区 在城市间增加列车频率 通过模仿华盛顿特区至波士顿的东北走廊线路 美铁在美国其他地区可以增加几百万的客流量 帮助他们与飞机 汽车等其他交通方式竞争 大部分用于长途铁路的线路 例如往返西雅图和洛杉矶的海岸新光线 往返芝加哥和奥克兰的加州西方线 是其用寿命已经接近尾声 因此美铁产生了在南部和西部 采取更频繁运营方式的想法 今年晚些时候 国会将会重新授权 给美铁提供联邦资金 截止到目前 房屋按揭贷款利率 已经下降到一年之内的最低值 30年固定利率从2018年的4.54%下降到4.43% 但这一下降并没有刺激买房市场 今年1月的现房销售数量 比去年12月下跌1.2% 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8.5% 有经济学家表示 今年1月份494万套现房销售 是2015年11月以来的最低值 各类房贷的下跌 似乎预示着现房销售的上涨 但是现房销售市场却持续低迷 今年1月只有东北部地区的现房销售 上涨了2.9% 中西部减少2.5% 南部减少1.0% 西部减少2.9% 截止到目前 2月售出现房价格的中位数 为247500美元 和一年前比值增长了2.8% 这是自2012年以来 房价一年内上涨价格最低的一年 哈佛大学涉嫌在招生过程中 歧视亚裔的案件 正在等待联邦法官的裁决 而该案中的原告学生公平录取组织 近期以同样的理由起诉了另一所学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双方近日刚刚提交了简报 在原告提供的证据中 该校招生官们的一些聊天记录 引起了舆论关注 有招生官在聊天中明确表示 中色人种的拉丁裔ACT的得分为26分 就有机会拿奖学金 还有招生官表示 因为申请者为非裔女学生 所以认为可以录取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认为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 该校在招生时 很多时候将种族作为关键因素 而目前被告学校并没有对此作出回复 但表示 学校从来没有将种族作为单一录取原因 并强调根据学校专家的统计 种族只在录取决定中 占六分之一的原因 风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 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进行首次的 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SB操作 规模稍小 市场人士认为只属于试水性质 甚至影响可以忽略 不过分析认为 CSB的正式推出 有助于银行缓解资本金约数 最终汇集实体经济 也有分析指出 随着监管趋炎 部分银行面临一定资本补充压力 特别是风险投资的增加 将加快银行资本消耗 影响资本实力和承接能力 也会影响非标回表和资管新规进程 CBS将可以提升永续债的发行量 帮助银行补充资本 从而扩大银行的信用扩张空间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壁鲁酒店遭到武装歹徒抢劫事件 造成两人死亡 而下榻这家酒店的两个中国香港旅行团 合共41名旅客 无一伤亡 但有两人分别被抢去护照及手机 中国驻壁鲁大使馆已联系受影响旅行团 提供协助 目前除了失去护照的旅客 滞留当地等候补办证件 其他团员已经继续形成 此次抢劫案中有两人被杀 包括一名壁鲁级导游 出示酒店属于度假式豪华酒店 位于壁鲁的亚马逊保护区 马德雷德迪奥斯 据报 歹徒隶属名为红色司令部的国际犯罪集团 成员来自秘鲁 巴西 玻利维亚等 在台湾 除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有意绝诸大位 马英九执政时期最后一任行政院长张善政 也宣布要以无党籍身份投入2020大选 张善政表示 要给台湾民众摆脱红绿的选择 他的理工科背景 可以把台湾经济和生活带向更好的环境 他也不讳言 若参选后声势不正 他会主动退出 张善政今年64岁 籍贯天津五党籍 曾担任过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 台湾首届科技部长 行政院副院长 行政院长等职务 张善政上场理工科技领域 从政期间形象良好 对于参政动机 张善政直言 因为蔡政府做得太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国周四收低健保银行和能源类股领跌 美国经济数据欠佳 加上欧洲及日本经济数据 也进一步显示全球经济放缓 都打压大盘的走势 投资者也关注国际贸易谈判进展 我们来看星期四 美国华二级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四早时开盘 就是呈现下跌低开 全体都是负面的债幅盘整 收完时三大指数也是以下跌作收 在星期四 投资人高度关注的 都是美国一系列的 最新的经济数据恐怖的状况 那么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增长又减缓了迹象 因为这些数据包括了制造业指数 二手务销售 耐用品订单 那么投资人就认为 联邦主义在星期三公布的 上次一期会议的货币政策倾向 显示担心美国经济有下行的风险 似乎是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投资人就忧虑 今后美国公司盈利 因此可能会进入低迷期 前一段时间股票市场出现上升 可能是一个超埋的形象 所以纷纷有些抛售的压力涌现 石油价格则继续是因为 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内的产量 连续六周呈现上升 并且接近历史记录 所以石油价格在收盘时 纽约商品新交所4月份的发货合约 下跌了0.52% 以56块9毛6一同作收 另外在各行业领域当中 普遍也是缺乏方向感 在进行一个技术盘整 石化药股则是受强森公司 目前奶粉产品 受到美国政府相关机构的调查 拖累整体医疗保健类估 接下来投资人 还密切关注的是 中美贸易谈判的新一步的进展 以及陆续公布业绩的 零售业的一些状况 还有最新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 以上是新一四情况 凤凰一只旁辙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全球财经指数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由蓝森基金会主办 蓝森国际音乐节承办的 第八届蓝森国际音乐节 近日在洛杉矶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本次发布会除了宣布 2019年的第八届蓝森国际音乐节的 海选环节正式启动以外 还宣布了蓝森音乐浙江 以及蓝森爱乐国际青少年交响乐团 正式成立 另外美国蓝森音乐执行长Frank Zhang 与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院长辛迪 也于当天签署了合作协议 据介绍今年的蓝森音乐节 以城市之声为主题 目的是与主要大学和音乐学院建立联系 搭建太平洋两岸城市频繁交流的平台 蓝森国际音乐节 面向全世界7到32岁青少年 杰出音乐人 比赛除了钢琴 管乐 弦乐 打击乐 声乐 电影音乐 以及室内音乐外 今年还特别增加了蓝森 辛迪杯国际应用钢琴大赛 那同时我们在这里除了介绍我们蓝森科技音乐的起行以外 我们也介绍蓝森教育的起行 蓝森教育在这里与新海音乐学院 新海 新迪 音乐集团能够一道合作来走向开发我们蓝森教育的这个未来 所以在这里我非常高兴跟大家讲 请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蓝森从2019年开始又有一个新的局面 蓝森国际音乐节是成立于2014年的非营利组织 音乐节由东西方杰出音乐大师带领 包括全美知名音乐高校协作举办 其宗旨是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知名音乐学府 以及社会各界优秀音乐人的同台交流 带动古典与现代音乐教育 鼓励跨国双向音乐游学 凤凰卫视 十一记者林翰琴洛杉矶报道 另外慈禧基金会自2007年开始 借与国税局合作 为符合资格的家庭提供免费电子报税服务 只要2018年家庭年收入不高于55000元 或简单税表且符合其他条件者 皆可以享有此项 由合格报税职工所提供的免费报税服务 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 近日瑞麦环球地产公司 在位于南加州钻石巴士的新门店正式开业 并举行了开业典礼 当天的开业典礼上 除了有众多的民选官员与社区领袖出席并驻贺外 还汇集了众多南加州地区的房产经纪人 与建筑业从业人员 现场首先举行了中国传统的武师仪式 随后便进行了新的门店剪彩 此次新店落户钻石巴士 也为洛杉矶东区有购房需求的民众 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那我们最新的团队呢 其实吸收了各种族一的元素 所以我们可以希望可以服务到 我们社区各种族一不同的需求 那现在慢慢国内的 国内的buyer越来越多 国内的客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说可以用我们最新的 跟国内同步的一些资讯 来更好的服务社区 当天的剪彩仪式结束后 众多房地产经纪人纷纷上台 分享自己的从业经验 并与在场的同行交流 现场气氛热烈 我觉得我们公司主要的一个 公司的一个理念呢 是希望说能够服务到更多的A景 能够帮助更多的A景能够成功 那让他们在事业上 有快速的提升 瑞曼环球地产于1973年 在美国丹佛市成立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 成交额最多的 房地产经纪集团之一 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超过7000家门店 和全球11万5000名经纪人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 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华星保险的一条小资讯 雇主在购买了劳工保险之后 如果真的发生了工商事故 那应该怎么报给保险公司呢 首先雇主要尽快提供一份 理赔表格给受伤员工填写 那这份表格可以向您的保险经纪 或保险公司索取 表格里有需要雇主填写的部分 也有需要受伤员工填写的部分 那需要填写的内容呢 大致是公司的基本信息 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详细描述事故发生的情形 以及受伤员工的工作职责 工资和设案号码等等 那并且需要雇主和员工签名 填写好之后 可以发给您的保险经纪 保险经纪会尽快报给保险公司 并给您一个案件号码 那保险公司呢 也会指派专人负责这个理赔案件 有一些呢还会指派医生或者医院 那如果员工只是受了轻伤 雇主在得知这个受伤之后呢 最好马上让员工填写理赔表格 并发给保险经纪 那如果员工受了重伤 需要紧急救治 可能无法及时填写这个表格 也没有关系 那雇主需要马上拨打911 先对员工进行救治 并且要在得知事故发生的 8个小时内 报告给加州的OSHA 同时也请尽快通知您的 保险经纪或保险公司 等受伤员工可以填写理赔表格之后 再补交上去也不迟 那有些雇主会因为员工受了伤 在治疗期间无法工作而解雇员工 其实我们非常不建议这样做 因为这种做法其实是在歧视受伤员工 很有可能会被员工起诉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 老公法税法的最新规定 欢迎参加我们华兴保险主办的 2019年企业雇主座谈会 从1月底到2月底一共会有4场 分别在圣盖博 尔湾 Ontario和哈岗 您可以登陆华兴保险官网 www.kcal.net 在线报名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626-333-111来报名哦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 全球天气情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